大家好,我們是碼頭沖姑納小學的學生 我是4D班黃瑞,我是2E班黃節 我們今天要講禮行天下 弟弟,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禮 不知道啊,什麼是禮 禮就是表達情感的 哦,我知道了 我還知道有三種方法 第一,就是禮貌 我們現在看看這段影片 就知道什麼是禮貌 4D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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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班 4D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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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條片就知道什麼是禮貌了 哥哥 現在到我考考你了 你知不知道禮還有第二樣的 我知道 第二樣就是禮儀了 那你又知不知道禮儀是什麼 不知道 什麼是禮儀 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規矩 不如我們看看我們吃飯的這條片 我們夾菜都要用弓筷 我們不可以夾後面那些 不可以像飛漲過河一樣 我們要夾前面那些 吃飯就不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說話 因為口中的食物可能會套我出來 我現在已經吃完飯了 我現在就會等大人吃完飯我才離開 那就去吃飯的禮儀了 我還要說我吃完了 吃飯的禮儀是吃完要幫忙收拾東西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禮儀和禮貌 你們知道這些禮貌還有第三樣嗎 我知道 就是關我的名字有關提的 就是黃節了 錯了 是禮節 哈哈 我當然知道 我說笑而已 禮節呢 就是中國不同的節日 他們都有規則的 禮節 有松陽節 和親民節 我們現在看看這段片 就知道什麼是禮節 弟弟你拿著筆做什麼事啊 我等一下就要在4月4日那裡圈低 喂 又不是兒童節 做什麼事啊 4月4日是親民節 我們要上山拜那些仙人 為什麼你這麼迷信的 我不是迷信 我是對仙人的愛 因為親民節、重陽節這些節日 都是中國的節日來的 我明白了 你知不知道要在山上掃墓 都要做什麼的 我知道 不過我要讓你分享 我們呢 要上山到除草 和幫仙人清潔墓地 要說一下你依廉的經過和感受 這些都是對仙人的尊重和愛 所以親民節和重陽節都不是迷信 是對仙人的愛 我們無時無刻都要對仙人的愛 那為什麼會沒有禮呢 我明白了 二千多年後的今天 禮都不會消失的 我們大家都要繼續禮行天下